因为我有先跟他讲 我绝对不要在大卖场 不要在餐厅 不要在外面做任何 觉得我会感觉很尴尬的事情 我要就是两个人私下就好了 那他后来做这个之后呢 我当然是很惊讶 但他后来告诉我 最困难的事情是 因为这每个都是小蜡烛 那他最后排了78个 那78个小蜡烛最难的部分 是当你点到第78个的时候 第一个不能熄掉 所以他其实那时候还研究过 点一颗要几秒 然后一颗蜡烛可以烧几秒 所以他必须要在那个时间前 就是把它点完 那所以他要先穿好全套的西装 用穿 你会想一个穿三件事的西装的男人 然后在那边排蜡烛 而且他算好秒数 也不能熄掉 哪一种烧比较久了 一盏都不能熄 然后要很精确你也到现场了 因为我在沙发上睡觉 那他突然他点完了之后 赶快去把我叫醒 然后跟我讲说 可不可以来帮我一个忙 然后我打开的时候看到这一个 这全都精算过的 也很有心 对